直接给我一份工作 他希望我的能力 能溢如我的核心 就这样 我如愿以偿地实现了 我自己的工作梦想 可是我的事情违反了常规 引蓝了很多人的猜测 谣言 就在一些有心人的推波助来下 散播得越来越快 你的上司 是个美女啊 他们不会说 你们有爱没关系吧 我倒希望这样 不过事情比你想象的要糟糕得多 我的上司是一个德国老太太 她喜欢黑头发 黑眼睛 瘦身材的男人 办公室的人都知道 所以那段时间我成了众人的焦点 不管走到什么地方 都感觉有人在看 你看 你现在的情况不算太糟 不好意思 我只是想到 德国老女人跟 跟你 这样多好 遇到了男士 与其哭着面对 不如笑着面对 好 上半时间到了 上半时间到了 谢谢 不用了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小姐 这本书旧了 我给你换一本新的吧 不用 我就要这本 为什么把烟面折起来 你猜 你猜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不忍心拆下他们 我说陆总和苏曼看起来不太像他恋爱啊 看今天开会那个很劲儿 至少陆总对苏曼没什么意思吧 小刀消息 陆总跟苏曼分手了 今天在例会上 陆总把苏曼冲骂了一顿 原来呢 安婚就是丫婚那样 安婚就甩了呗 真是没想到这么快 知道了吧 你们听说了没 苏曼跟陆总上完床之后就被甩了 老新闻了 全公司都知道了 你怎么现在才知道 真是的 我马上就过去了 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你别来了 现在是下班时间 来也堵在路上 我马上到了 怎么了 怎么听着这么消沉啊 怎么了 我今天一大早就被那个克星逮住小辫子 披头盖脸给骂了一顿 算了 不说了 反正不外乎办公室那点破事呗 活该 谁叫你去那个破公司的了 好了好了 今天给你放一天假 不准你过来加班了 我也正约了小正太 你不用过来了 过去洗个澡 去去晦气 早点休息吧 拜拜 上车 送你一程 不用麻烦了 快走啊 怎么回事 走不走 走不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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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